从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抗议航空验探牌 再到西班牙博物馆有人将手粘在画框上 另一人则在墙上写下1.5度 而在德国还有人挂上大大抗议标语 气候蓄微遍地开花 就是要将不满声音传进他们而立 第二十七届联合国气候变前大会 六号在埃及正式召开 预估有4.5万人出席 其中包含多国领袖 这回议程与会代表同意讨论 赋予国家是否该提供赔偿 给受气候影响的贫穷国 按照惯例能源危机和减碳实践 都是重点之一 同时也将重点放在粮食安全 不过新议题搬上桌 却无法引起各界共鸣 各国反应万半拍 让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拍桌动怒 甚至猛攻人权问题 而场内主席却肯定各项成果 想靠峰会试图嫖绿 但外界对埃及主办大会批评不断 质疑政府至今未提出 净零碳排具体时间 也引发场外环团人士强烈不满 而英国首相预计在峰会发表演说 要呼吁各国发展干净能源 但看看今年俄乌战争加剧欧洲烧炭 还有印度冬季PM2.5就超标40倍 让新德里变成露天独气势 各国喊得容易 但如何实践也成为一大难题 三零新闻这条报道 三零新闻 六 Princip